國民年金上路8年來將有重大變革 以往國民年金的對象是針對25到65歲 為頭勞農軍公罩保險的人 例如失業者或職業主婦主夫 將自動納保每個月保費878元 由於對象是沒有工作的人 實施以來收找率不高 為了改善現況 衛福部擬將現行的柔性強制改為剛性 未來會增加製納金罰則 以及保留受正義的配偶連在繳款 也就是說本人欠費 配偶也有責任 有些族群真的沒有能力繳費 這當中的區分標準 配套措施恐怕還要一一討論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